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视频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款科技搓手叶挂包 我先来演示一下身体和挂绳的勾法 我加了一个锁扣,方便挂在包包上 好,我们来看一下需要准备的材料 需要准备两种颜色的3号蕾丝线 勾针呢,我用的是2毫米 一根针 和一个锁扣,还有一个小的开口圈 用浅灰色的线线来起针 起针完成之后呢,锁24个辫子针 24个辫子针完成之后呢 找到第一个辫子针 把针穿过去做一个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起立一个辫子针 我们开始勾第一圈 第一圈呢,每个辫子针上勾一个短针 第一圈我们一共勾24个短针 在辫子针上勾短针的时候呢 我入针的时候穿的是两根线 请大家看一下 24个短针都勾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一圈的第一个短针上做一个引拔 起立一个辫子针,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需要加三针 我们先勾七个短针 七个短针勾完之后呢 在第八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 接下来呢,再勾七个短针 在第八个针目里 同样也是勾两个短针 这样的动作呢 在这一整圈我们重复三次 现在来到了第二圈的最后一针 最后一个短针 没有完成 现在我们来换线 拿出白色的线 把白色的线呢,挂在钩针上 用白色的线完成第二圈最后一个短针 把线拉紧 用白色的线呢,做第二圈的一个引拔 起了一个辫子针 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不加针也不减针 一共是勾二十七个短针 来到了第三圈的最后 勾完二十七个短针之后 在第三圈的第一针上做一个引拔 挤了一个辫子针 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需要加三针 先勾八个短针 八个短针勾完之后呢 在第九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这样的加针间隔呢,重复三次 来到了第四圈的结尾处 和上一次换线一样 最后一个短针呢,我们没有勾完 换上浅灰色的线,把最后一针勾完 完成第四圈的引拔 然后呢,起立一针,开始勾第五圈 现在呢,来处理一下线头 把灰色线的这个线头呢,调整一下位置 勾到比较中间的部分 然后呢,打两个结 剪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呢,来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是不加针也不剪针 一共勾三十个短针 第五圈勾完了,做一个引拔 起立一个辫子针,开始勾第六圈 第六圈要加三针 先勾九个短针 九个短针勾完之后呢,在第十个针目里 勾两个短针 这样的加针间隔呢,在这一整圈也是重复三次 第六圈的最后一针呢,没有勾完,开始换线 换成白色的线,完成最后一针 拉紧线 拉紧线 然后呢,做一个引拔 起立一个辫子针 开始勾第七圈 第七圈不加针也不剪针,一共勾三十三个短针 三十三个短针勾完之后呢,做一个引拔 起立一个辫子针,开始勾第八圈 第八圈呢,需要加三针 先勾十个短针 十个短针勾完之后呢,在第十一个针目上勾两个短针 重复三次,第八圈呢,勾完 换线 换线的方法呢,和前面的一样 最后一针呢,没有勾完 用浅灰色的线勾完 再做一个引拔 起立一个辫子针,开始勾第九圈 第九圈到第十八圈都勾三十六个短针 第十八圈勾完之后呢,科基的身体部分就完成了 灰色的线呢,可以断线了 下面我来演示一下挂绳部分的勾法 用浅灰色的线,起三十个辫子针 三十个辫子针勾完之后呢 从倒数第二个辫子针开始,往回勾短针 全部辫子针勾完,这一行一共是二十九个短针 二十九个短针勾完之后呢,我们开始换线 把白色线挂在钩针上 勾一个辫子针,翻整织物 第二行呢,也是勾二十九个短针 第二行的二十九个短针勾完了 因为呢,我不想断线 所以我在第一行的另外一边呢,开始勾第三行 同样也是勾二十九个短针 第三行勾完之后呢,换线 把浅灰色的线呢,找出来 带一个辫子针,翻转织物 同样呢,把这一行勾完,都是勾短针,一共是二十九个 第四行的二十九个短针勾完之后呢,勾一个辫子针之后就可以断线了 线头呢,留的稍微长一点 另外一边的线头处理办法呢,就是 把这个三根线呢,打一个死结 剪短线头 等一下呢,把这个结包在里面 接下来呢,拿出针 用卷针缝 把刮绳缝好 浅后应该是一代金质 一代金质 个人 接下来呢把锁扣缝在挂绳上 现在呢挂绳部分和科技的身体部分我们已经完成了 下一个视频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剩下的部分 喜欢的话呢别忘了点赞收藏 我们下个视频见